坐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可以取得药品 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为全球超过2亿Prime会员 推出最新药品订阅服务RxPass 月付5块美元折合约150块台币 就能随时购买处方药 而且免费宅配到府 这个服务给客人充满50级级的药物 接触了80%的最普通的健康状况 包括高血压力量、疾病和酸酸 亚马逊年费139美元的Prime会员方案 原本就已经针对特定药物提供折扣 现在每月5美元加购RxPass服务 讓使用者以更低價格取得更多適用藥物 不過這一項服務不是用參與政府健保的人 同時在加州、德州、明尼蘇達州等 境內有特別規範處方藥物的州 也暫時不提供服務 美國廚房藥價格昂貴受到關注 RxPass服務進入市場 渴望在藥品定價市場提高透明度和競爭 降低價格讓更多患者受惠 訂閱服務成為趨勢 除了藥品 電影訂閱也回來了 先前美國有一間Movie Pass公司 允許訂戶每天以固定費用觀看電影 2017年將月費降到10美元 看一部就回本大受歡迎 卻也因此大虧本 最終在2019年倒閉 Movie Pass捲土重來 2.0版的方案隨訂戶居住地區有別 例如在紐約 訂閱服務以每個月20美元換68點起算 平均一個月可以看一到三部電影 最高階方案則要花費60美元 訂戶平均每天都能看一部電影 適合重度電影迷 2023年好幾部搶檔大片排隊上映 隨身疫情趨火 2023年好幾部搶檔大片排隊上映 隨著疫情趨緩電影院盼望票房開出紅盤 電影迷也能趁機用訂閱制 用划算價格多看幾部好片 TBS新聞綜合報導